這個會不會 會不會那個 燦爛時光 關心燦爛時光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值班的長公子 Joey 那今年呢因為 我們書店有一個新的企劃 總而言之就是每個 禮拜天下午 都會有一個什麼 直播的朗讀的 直播節目 那就 通常是 一週會在北車 然後另外一週就會在書店 那 剛好今天是輪到書店後 我原本表定是2點開始 不過剛剛開店的時候 有一票 閃客在外面 然後花一點時間去招待閃客 所以我們也能夠半小時 所以現在2點 大概2點半左右開始 然後我們又4點半左右結束 就這樣 那這個朗讀活動呢 當然不會是由我朗讀 我們會邀請那個 來書店的客人 挑一本他們喜歡的書來朗讀 因為店員有別的事情要做 對 那店員如果在這邊朗讀了 那事情就沒有人做了 嗯 但是今天是禮拜天 剛好就快過年 我們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來朗 欸 萬一 真的到 4點半都沒有人來那 我也沒有辦法啦 對 那 但是我們這個活動呢 我們會是這一些小禮物 然後就是給那個 有來朗讀的朋友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那個業配 那個 這個是 我們做的 我們 算是書店出版的那個 英明公文學獎的作品集 我們有三本 那是其中兩本 那 為了不要讓畫面太乾 我們就放在這邊 當個業配 好 那 除了這兩本 那那個 因為是第一場 我們那個小禮物 就送的豪華一點 那如果待會有那個讀者進來 不知道不是讀者 那個客人進來 他也願意幫我們 一小段時間的話 我們就會送 其中一本書 或是 我們手上有這個 來自印尼的 臉土的 鑰匙圈 對 就看看他喜歡哪一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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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 因為第一場 所以我們那個 獎品豪華一點 小禮物豪華一點 那 接下來 呢 我要說什麼 喔 接下來店員 就要去忙 店員該忙的事情 不然帳都沒有人要記 對 所以那個 接下來就 我們來看看 會有多少人 不是多少人 會要來看看 下一個 會是誰 來朗讀 這樣子 好 那我就要暫時退出影片 我先放在這裡 好 好 那你要什麼自我介紹 好 那什麼自我介紹 好 大家好 我是 代班長工 代班長工 燦燈只有 可以啊 隨便 好 那個 我是 偶爾會來這邊 打混 先聊樂 甚至 有時候會幫你代班長工 我叫保羅 那 今天 就是 因為 剛剛 Joey講的 過年前應該是沒有什麼人會來書店 那我們 就在這邊 來 幫大家念 那 剛才我跟Joey 挑了一本書 這樣子 這本叫做 整台北人 因為我這個人平常不懂看書 所以 就 請Joey幫你挑了 這本 應該是詩集吧 不是詩集 這本不是詩集 三文 三文集 OK 那 這本 准台北人 是由 陳佑金 所著 那 我就 直接 開始念 因為這是一個朗讀的活動 那 希望待會會有其他讀者 或是說來書店的客人 能夠 來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場活動 那 我就 來開始念 那如果 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在 現在目前 喔 有四個人來看 那如果有人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說 有想要特別想要 我來念 一些 看 有哪一件書 或者是文章想要念的話 那就直接 回在留言區 因為我這邊 有在用電腦看 所以 有什麼問題 或是說 我想要念的書 有想我念的書的話 那都可以 回在留言邊 然後我都會 偶爾注意一下 因為我要念這本 念這本書 是 是 是 賢光餅的假期 他的標題是 長假 十九歲 那年 父親過世了 我認識父親的時候 他已經是個老人了 高血壓 他還要 重聽 頭髮吸收 舞台的時候 會發出很大的聲音 上廁所 上完廁所 不沖水 不沖水 假牙 透在樹口杯裡 每天用一些 來路不明的 藥酒擦腳 父親身上 常常發出一種 混合了 紅花油 髮油 和藥酒的氣味 這十九年間 他多次進車進房 又安然回來 正以為他會頑強地繼續下去 沒想到 這次他真的離開了 那年夏天 他放了一個長長的暑假 因為他碰上了農曆七月 後面又是個潤七月 今天都有他生前捨不得開的冷氣可吹 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長的假期 父親又生病了 這次不是痛風 不是車禍 他倒在自己的床下 一早看到他 腳 頭下腳上的姿勢有點不太對勁 連話都說不出來 母親叫我打電話叫救護車 因為我的國語對方比較能夠聽懂 之前有過叫車的經驗 知道不能急 他會一個一個問你的問題 這樣才是最快的方式 不要哭訴你受到怎樣的驚嚇 把話講清楚 最重要的是地址 你現在人在哪裡 否則車子無法開來 救護人員說這是中風 當父親從家戶病房被推進開刀房 醫生告訴我 情況很危機 因為病患年紀大了 要裝心導管有一定的風險 需要直系清索 簽署手術和遺書 這不是平常在電視劇聽到的台詞嗎 居然從醫師口中一字不差聽到 有點奇妙的感覺 我很認真地看切結書 雖然每個字都懂 但實際能做到的只有檢查錯字的過程 總不能讓醫師這樣站著一直等我吧 但也不能簽太快 那好像有點隨便 然後我把簽好的同意書交給護士 同時了解一些本來就知道的事 父親在這世上的直系親屬 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 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這位家族尚且沒有親人來的只有一個 不知不覺之間 父親已經72歲了 母親和我坐在外面等 醫院很安靜 開刀的時間不知道是怎麼過去的 但我只記得家戶病房的專頁 就算在醫院混了這麼久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床頭這麼多遺棄 他們發出的聲音很像邪作曲 此起彼落 裝好了心臟導管 父親很快地從家戶病房轉到普通病房 辦理出院主序 父親以驚人的速度恢復健康 他開始走路 握筆解出來的刺激讓看不出他曾經是中風的人 他繼續從街口撿垃圾回家 但身邊沒有有火的聲音 他回到家裡 一樣很少對這個世界發表意見或抱怨 只是多了一些時間看電視 他早起看華視的評劇 皮黃腔拉長的音調 也許可以讓他回到以前的時代 我們好不容易趁他住院丟到的垃圾 又漸漸多了起來 這老人終究還是垮了 他第二次中風送到醫院 急診室 加護病房 開刀房 普通病房 當病房也不能繼續住下去了 我們只好把父親移往安養院 這次父親再也搬不動任何垃圾 甚至也無法舉起自己的手 他住進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 室內瀰漫著石迷的甜膩氣味 他躺在跟別人一樣的鐵床上 跟別人裡的一樣的平頭 這時候我才第一次看見父親的白髮 雖然我認識父親時他已經是個老人 沒想到他還可以更老 他的頭髮由灰白灰色褪製銀白 在父親病倒以前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白髮 因為他總是在浴室擺上染髮器和細細的齒書 對著鏡子 一點點 把髮根染黑 出門以前還要用髮油抹上稀疏的頭髮 維持旁紛的造型 現在打開廁所 髮油那種刺激的氣味不見了 沒人會激他染黑頭髮 家裡還剩下好奇怪沒開過的紅花油 這樣一個在意儀容的男人 靜靜的躺在安陽院的窗上 每次見他 他都問現在幾點了 這好像這是一個固定的問候 比吃飯還重要 現在幾點了 六點 是早上還是晚上 晚上 母親把這個回答的機會給我 讓我跟他說兩句話也好 雖然他床頭擺著一個家裡帶來的時鐘 就跟我們以前住院的時候一樣 但他似乎連擺在他床頭的時鐘 也無法轉身看見了 那是安陽院唯一一個屬於他的東西 他的西裝領帶都不能帶來 也都用不上了 假牙放在床頭 但每天喉嚨灌時沒有帶假牙的必要 不曉得哪天連他的假牙都消失了 當然他撿回來的那些家具雜物都不能帶來 有空的時候我們就一天就一點 一天就一點 父親和來看他的人關於時間的對話通常到此為止 這時他會微微轉頭看向白色的牆壁 表示談話已經結束 然後我就回家 但他如果繼續說話 老實說我也聽不太懂 話語從他那凹陷的嘴 我必須透過母親的翻譯 才能知道他在問些什麼 某次他問了一個從未問過的問題 我不懂 母親也不懂 我們猜了很久 結果是 讀書讀得好不好 好 好 當然好 好的不能再好 更具體的說是PR就是有的好 但父親可能不懂 就是一百人只許一人的意思 終於他搞清楚我考上大學 不知道母親是怎麼跟他溝通 他竟然下了一個勞失動眾的決定 要去郵局領錢給我 他要親手簽下提款單 當然是我填數字他簽名 因為他的手一直抖 沒辦法把數字填進格子裡面 早知道應該留下那張幾款單 的去領錢才對 後來他問了同樣的問題 他大概忘了我已經考上大學 我說很好 這時候他連瞳孔都變成銀色的 我看見眼前這個枯瘦的老人 一路從老家福建 退手到三回夜市 從店舖退手到家裡 最後撤退進了自己的身體 他從來不說自己吃過什麼苦 也沒有告訴他的孩子 關於他的故事 他的父母 他的兄弟 還有他學會怎麼做餅 父親的肩磨是我無法想像他的身世 重建他所參與的戰役 燒煙的氣息 還有他身為一個人的處境 我能做的僅僅是 像美青說的 就看看人家怎麼寫吧 在更廣大的歷史之中定為父親所在的作標 無論這樣的測量有多麼浮動不穩定 而且常常是錯誤的 至少有一點可以是確定的 他必然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樣 有著平凡的願望 希望戰爭結束 平安回家 還有成家立業 只是當他想到要成為一個父親時 比其他人晚了二三十年 第一次的婚姻被大時代沖散 第二次的婚姻 他無法跨越族群或教養的隔閡 第三次婚姻他終於有一個孩子 如此一來 他的人生才不算是交了百券 家對父親而言 很可能是以複數的概念 一個是新的 一個是舊的 一個是現代性的核心家庭 一個是黃村社會的古老家族 當他離開田地 踏上甲板的那一瞬間 他所呼吸到的很可能是 王朝崩解之後 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 從此 他不曾再拿起鋤頭 橫鐵刀 在海上展開全新的生活 那時他才二十一歲 對未來充滿希望 他必須比那些在舊大陸 最容易掌握全世界的人 更快找到自己在現實的位置 父親毫不留念 獨立於鑽村和國宅之外 和建設公司交涉 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 重新開始 這個穿上西裝的賭徒 在清靈時代 就贏得了一間自己的房子 也許他還太過年輕 不願意像其他比較老的人 那樣承認對現實失望 他相信自己絕對不會和他們一樣 就算他失望了 他也輕描淡寫 他一直都是那個不服輸的少年 因為他的青春從二十一歲才開始 自此不曾改變 即使狀況多年 他都不曾講過想死 尽管他的求生意志 意志正在黯淡 他就像他這幾十年做的一樣 不說 不說是他唯一的抵抗 硬漢從不說自己的事 硬漢的孩子也都懂得不問的溫柔 等我要把管的時候 那管子和針尖 輕易的像是從液體中拿出來 他沒有留下任何一句話 可是他已經禁止了維持心臟的跳動 因為他的胸口都是燒焦痕跡 他沒有留下任何的一句話 不痛 不怕 心無掛礙 無所恐怖 李醫師替他蓋上金黃色的送金杯 打開瘦真形的念佛基 經文不斷地從揚聲器流淌而出 不知道是誰推著父親的窗頭 忽然間整個家戶病房動了起來 只要是病床所到之處 全都刷刷刷的拉起綠色的臉目 父親的故事落幕了 好 這一張 到這邊念完了 讓我喝一口水休息一下 我目前有兩個人在看 這直播會倒了吧 有三個人在看了 大家好 謝謝大家支持 謝謝你支持 謝謝你支持 對對對 我現在在念陳佑金所住的準台北人 就剛剛Jerry所告訴我的 這是一部散文集 那我剛剛目前念完了一張 長假 那我目前準備進入第二篇 三重譜 隔著淡水和漢蒙甲相望的新莊 在清代是第一個出現的平衡 人們稱之為頭千譜 第二個稱為三重譜 第三個就命名為三重譜 為了越過河川 這裡不斷清建更大更寬的橋 而四通八達的橋樑是河川的遺跡 住在三重 你幾乎不可能有一天沒看到橋 念幼稚園的時候 母親牽著我的手去上學 每天都要經過藍色的天橋 某天下樓我忽然心血來潮 想比賽誰比較快 太來不及阻止 我就滾下去了 有頂的天橋無法避雨 雨絲會隨著風斜斜的吹進來 如果下的是太陽的雨 又急又快 機車騎士紛紛停下來 在路邊穿雨衣 但等他們穿好 雨又沒了 橋下有五條道路交會 其中有一條叫做重新路 總計五段 是貫穿三重的主要道路 國中的我搭公車上下學 每天都要穿越重新路 因為這裡的安全島很長 簡直到了藐視人權的地步 天橋只有12歲以下的兒童在走 不管是拖菜籃車的阿桑 還是白髮長長的阿公 都在奔騰的車流之間來去自由 就算安全島上豎起紅色的告示牌 請勿跨越 為者罰還新台幣三百元 大火人前普後繼 不捨就業 即使安全島中央圍起欄杆 自由勇士把鐵條敲彎 只見六十老朽 提起對話之膝蓋 也依然跨越 垂條幼兒 是垂條嗎 哪?哪個字啊? 垂桃 我國學造詣 不如大家所想的 哪一個啊? 垂... 哇尷尬了尷尬了 這個垂桃嗎?垂條 我忘記欸 哇讚 我好人好 都是十年前的事情啊 雖然說我國文有頂標吧 應該...對 是有頂標的 但是... 全部都還給老師了 老師對不起 老師對不起 我繼續念下去 誰... 垂... 垂桃... 右兒... 易男... 彎腰通過 他媽媽在後方扛著鷹兒車呢 度橋、浮橋、高架橋、快速道路 通往各種地方 這些橋全有一個地質但虛幻的名稱 像是宗孝橋、溝心橋、松山橋、重鑫橋 重新桥灯下有个流浪汉骑着好几个塑胶带在那躺着 不受风吹雨打 派人在桥侧科制 大大的追眠林寝 在乘客还没心醒的眼帘中一闪而过 中校桥侧接近住宅的隔音板下 也有鸽子和好几个保育打臂的瓶子壁并立 那瓶子也许是某个驾驶在塞车的盈域时光中累积的小小乐趣 或者是几名从未会面的司机 一个顺手的默契 从台北角一下来就能看见热闹的三合夜市 也是父亲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尽管对面已是荒废的天台广场 但夜市始终不曾没落 黄昏的时候可以看见歌群盘旋在城市上空 两个人逼逼吹响回家的哨音 红旗飘舞在屋顶铁皮之下 就地理位置来说 三重足涌如舟 新装如骨 又望万华至逝零带 中间的桥梁不可胜诉 每个要从西部县市进台北城的人都会经过三重 但很少人会记得这个地方 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大学 也没有商用车站 没有公共建设 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商业地标 虽然景气好时 曾有外商投资的大型商场 但现在都成了养蚊子的地方 当我说我住在三重的时候 通常要附家 西门钉往成都落在下去 从台北车站过中校桥这类说明 这里的房子多是两层楼的透天错 和四层楼的公寓 地板是摩石子 深蓝色的铁卷门 里面就要落地窗 想就些了就用毛玻璃 每天早上家家户户开铁门都噼里啪啦 像过年方便跑 房屋的格局下长 外侧是客厅兼工马厅 靠墙摆放洗字 双洗字和不知名神秀的木 还上了亮光漆 后面是厨房 这里棚下面的车库是拿来堆杂物的 通常可以看到水果纸箱 刚拆封的家电包装 学步车 小孩用的脚踏车 辅助轮已经拆了 啤酒罐空了的米酒瓶等 零零总总记录了这家 这户家人住过的历史 入宴之后 有些住户透出来不寻常的亮光 对着沙门看进去 几个穿白背心的男人 站在大桌子前趟屋住 他们举起铁质的大蕴头 额头不断渗出汗来 另一户人家戴后手套 操作沾满黑油的机械 里面放了好几台工业用电扇 门口还能闻到淡淡的机油味 也有门户大开的木材行 走进去就是林小雅的办公室 母亲亦曾在这些家庭工厂之中 踩着缝衣机 嘎嘎嘎嘎 赚取我的奶粉钱 在这块冲击平原之上 也住了许多外乡的神秘 我家前面和后面两条街 加起来就有六间庙 这些还不是主要干道 拜令府千岁 千上圣母 降龙师父 有应公 什么都有 有些庙在路头 与银行大楼各霸一方 有些设在大楼砖角斩金 透明的大玻璃讲堂 让讲堂看起来像个浴缸 有些开在公园旁边 大伙摇扇子讲天 也有神神秘密藏在公寓二楼 门口窗口挂着红灯笼的 所以我上学的路上 三步一坛 五步一廟 一年到头都有神明出巡 保佑孩子们平安长大 这阶垫高了两三阶的房屋 一间就是个橱窗 像一个生活的舞台 但那门垫高却不是为了让路人方便观看 而是因为三重地势低频 容易淹水 一遇到大雨或台风 平常弄丢的东西就浮了出来 虽然我很喜欢水凉凉 进到小腿肚腿的感觉 但小时候的我被胶带要在椅上不要乱跑 只能呆呆看着漂浮在周围的脸盆 塑胶带 口香糖纸和蟑螂尸体 我们家向南不买沙发 不买漂亮的橱柜 因为抛过谁家具没几几就要丢掉 二楼住着一对夫妇和两个女儿 我常去他们家玩 两台上种了九双隔 写窗上的木板 用立可白空枕写着 问世间情是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识 三楼有一对兄妹跟着外婆住 哥哥已经上了明治国中 不会和我们这些小鬼头凑成一块 理着平头背大书包 后来在都关协调会再见 反而觉得他很年轻 还像个十几岁的少年 一头综法 他外婆四点就起床到提防运动 作为洋女的母亲 在他们的国小区自杀 父亲做泥水酱离婚后不知何处 妹妹是我伴家家酒的晚伴 我们摘水沟盖接缝出来的蒲公荫叶当菜 毛茸茸的种子是调味料 他们的母亲死后曾经搬去巴黎 过去我们的公寓是不关楼梯间的 但常常在店表前面发现塑胶带 肯定是有人吸交 除了开店还有赌场神坛挂小吃店招牌的卡拉OK店 邻居们有多久没有回故乡呢 还是大家都已经忘了故乡的样子 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反正房子很快就要拆了 以前的房子都放在电脑里面 我们把相片洗出来 在粉刷过的墙面上叮叮的 反正都拆了 不如提醒自己曾经在这活过 为了不让父亲泡水 前古的时候变得像绿网上的菜家 我们没将父亲葬在他首席的三重 而是选了一个比较北边的墓地 虽然没能和他的父母亲 足够葬在一起 至少当海上的云雾散开 他比较能够远远的看见他的家乡 其实三重已经不淹水了 我记得的是却像河流一样留久 常常安全道被围起灯泡 仿佛记起永恒的庆典 行人再也过不去 公园的树被上次的台风吹断 旁边卖民转的摊子也关上铁 庙台前面布袋戏也没人再看 舞台上的戏友也被筷子掐着不动 笑脸迎着这呼醒呼吁的天气 大雨新的店铺淹没了我的印象 附近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大楼 那些家庭工厂早就变成一个单纯的住家 门口用砖块填起来 铁准门换成了棋盘阁的白铁门 远方的河岸亮起光来 嘴边也可以带好出来的 有时候桥被封锁 因为这个城市要放烟火庆祝 庆祝什么不知道 但在夜市里头生活的都知道 这天的生意特别好 尽管互相平等的遮雨棚让他们看见顶头的烟火 那段时间 客人全被烟火吸走 街上就像镜空了一样 但小贩还是站在自己的摊位 喜思的等待即将暴涌而来的云桥 抓住客人手中递来白花花的领钱和钞票 白天的时候 三合夜市四个菜市场 到了下午就准备收摊 薄油路满是被行人踩烂的叶菜 和清洗东机 这个时候的夜市 这个时候属于夜市的摘犯 才拖着推车 从其楼下走出来 在天空将暗之际点亮黄色的灯泡 我从没偏离过夜市的主干道 突然觉得应该要假装住户 走进回自行的走 该市楼期间的地方似乎是套房增建 整栋建筑物像生物一样 每层楼都有不同的形状 至于我就读六巨人 后来几经转手 曾经关闭过一阵子 现在要挂上新的名字 连街道的名称都变了 从福音街换成捷运路 站在桥上 看生命中大多数的事物被冲刷而去 像河里的石头 死亡连接着这些石头 搭起一座便桥 我踩着砧板在无方的夜中行径 天空中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 不知道前面有些什么 只有河水潺潺的声音 可以确定时间正在流动 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会走到哪去 直到我看见桥的镜头 是通往日式的路 每次父亲收担回家 遇到雨天总是穿着后背有反光条黑色的雨 我记得他骑脚踏车的声音 还有脚底下雪融融的车灯光线 搭着商场的 他是这样沉默地走过世间 所以他的背影消失时 也没有任何人注意 甚至当我想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离开了 而我很可能是那时代最后的见证者 那年我19岁 他77岁 未来我30岁 他也是77岁 今后这个距离只会缩短 不会延长 最重要的是他曾经21岁 但随着时日增长 我可以一点一滴追上老人的步伐 我想追回这个距离是有可能的 好这一篇三重谷 念完了 我们目前在念 应该有新的观众 哦有新的观众了 目前三个人 那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 灿烂时光书店所办的老婆活动 那我们现在念陈佑钦所住的准台北人 等一下啊 你知道陈佑钦这个作家吗 其实老实说我真的不懂看书 那在这个之前你有没有听过他 听过吧 听过 应该是听过 我相信我应该是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有可能我这样念着 我可能就跟他熟悉了起来 就跟这三个字熟悉了起来 对对对 就跟这本书 有一个 连结在一起的感觉 对对的感受 其实呢 其实书店跟 稍微加入 他一张板凳的 其实书店跟那个陈佑钦 其实蛮熟的 哦是哦 是啊 大概在书店刚开了那个时候 有 有 因为 那个 我有避免节目太干 那个 所以你要在这边编做发票给大家看 没有啊 我的发票弄完了 我的发票弄完了 我只是在善后而已 呀 那个 简单介绍一下陈佑钦这个作家 他其实很年轻 哦 那他大概才三十几岁吧 哦才三几岁啊 对啊 有没有再做过来一点 他要再做过去 有没有再做过来一点 不然太切 那个 我才三十几岁 对啊 最近才三十几岁 然后他之前曾经在一周攀 然后现在也在静周攀做那个 呃 专栏 专栏的作家 专栏的作家 对专栏的作家 然后当 当初他刚出到是 有一本算小说集 叫少女忽必烈 哦 OK 对他 然后准台北人是他第二本书 那 嗯 他刚刚 刚保罗念的那个部分 他就在写他爸爸 嗯 但是他后面 那本准台北人 后面会提到 呃 陈佑钦的妈妈 是 陈佑钦的妈妈 其实是一年华人 哦 他其实是新二代哦 是 对 那他 呃 身为新二代 他也做过一连串对于关于新二代的访问 然后其中有好几个访谈 其实就是在书店的二楼所做的 哦 对 对 那那个相关的那个访问的那个一系列的文章 都可以在 天下独立评论的网站上面去找到 OK 了解 对 所以 如果各位对新二代有兴趣的话 其实不妨去追踪一下陈佑钦这位作家 OK 那他最近有什么写作计划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 但是如果说各位有在追脸书上静周刊的一些 人物专访文章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发现到那个陈佑钦的作品 哦 对 对 没有错 嗯 好那你要继续往下念吗 继续往下念 往下念 我有念多久 哦哦我已经念半个小时了 啊 不错不错 对 杀时间杀时间杀时间 杀时间杀时间 好这个我把它放好 对对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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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继续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讲话了 哈哈 有一种我刚刚有一种随间回到高中的那种感觉 好累 好累 对啊好累哦 所以我总算知道以前老师叫我们练课文在干什么 他要休息 哈哈 对啊 老师感觉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的伤害 对啊 老师感觉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的伤害 讲话很难太久 我总算知道我小学老师为什么要一直到我们的职业 这个 这个可能是在教科书上的东西哦 你说教师手册是不是 就是教科书 就可能不只在教师手册 可能在老师 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 就会写在教科书上的东西了 嗯 教学生念课 是是是 受不定嘛 受不定 随便下班 因为我连不只博文课的老师都会叫我们讲读 可能是因为我读文组 所以 我自己在读那个 一些自然学门的时候 他都会叫我们念 我想说 这是要念什么 可能他累了 对 我猜应该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没有其他可能性 嗯 而且我们解开了一个 为什么老师很喜欢教学生念课 是 因为要发行课 哦真的很累 哦我累 对啊 站着一路念个 40 50分钟 天啊 真容易 你累了就自己休息了耶 是是是 我会抓一下 我会抓一下 但是这不是最内的时候 但是这不是最内的时候 那陈修金的书 陈修金的书 陈修金的书 内容算是 很平静近的 哦 散文期 本来就还不错 对啊 不然因为 如果说要挑 那个 不好念的书 书间有很多硬的钥匙 我念完大概也功 然后不然我们来换个口味哦 你要挑硬的 对啊 反正 就好玩吗 念一下 那我们刚才念过 呃 刚念完两篇的书 我突然想换一下口味 你要换哪一本 换哪一本 要挑什么书好勒 呃 呃 有什么类型的书啊 p 1 2 7 7 0 1 1 2 2 1 2 6 2 3 知識性一點 對,我剛剛就想講這個詞,可是我嘴巴好累喔 知識性一點 怎麼知識性呢 知識性的書 你對哪個國家有好奇 都不錯 都不錯好奇 其實一樣,我一視同仁 對 你要硬一點 知識性一點 知識性的 是 有一本剛還回來的 他有,挺好的 因為有人把他借著我借了一點 哇,借了一點啊 就是... 多... 沒有,我收上去 這個 哇塞,這什麼名字 該不會是... 那個... 椅子吧 沒關係,到底要挖礦了 唉唷 哇,看這個說明就知道了 看這個說明 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 看這個說明就知道這個不簡單 哇 泰國獨立的 君主立憲 立憲治國家 呃,對啊 有沒有時候念一下 有沒有時候念給 可能會有的觀眾聽 哦,有讀者在問 有詩嗎 有詩喔 不好意思,我們這邊詩集不多 詩集 哦,太好了 沒關係,如果有人有興趣的話 那當然是念大家有興趣的 詩集喔 哦,我們這邊有那個 跟... 赤道235 東南亞文學論壇 讀本翻譯計畫合作的 小冊子 不過是免費索取 好,那我就念念看 我看一下上面有沒有 這些有沒有獅子 紅樓獅射承辦的 是 我看一下有沒有獅子 但是念這個的話就業配啦 沒有問題啊 反正我們幫正...幫文化部業配 對啊,我們幫文化部業配 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 沒什麼好賣的 沒有問題 就是呢,我找到詩集到這兩本 應該畫面應該這樣應該拍得到 他總共有六本啊 我們剛剛紅樓獅射 然後有一個一系列 反正他們承包的那個文化部的案子 嗯 對 反正有一系列的那個活動 那... 他總共有六本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 免費索取 要不然來念這個好了 好 如果可能只能念中文的部分 因為原文不會念 所以原文沒有辦法 對 這兩本是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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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來書店索取 這樣子 OK 那...免費 好 這本不是十字 一樣的 對,這本一樣的 那我就把它放在... 本台本 我先放上 好 那...這兩本就到這裡 我現在念的會是這個 好 好 你先介紹一下作者咧 好,我先繼續 現在是... 下...呃... 2月11號 禮拜日的下午3點14分 那我們現在在燦燦時光書店 在進行一個朗讀接力的活動 那... 感謝剛才有一位讀者 聽眾 聽眾 對,觀眾 他... 呃...希望說 可以念詩嗎?沒有問題 我們要...要什麼 要念什麼 有什麼 好不好 想辦法 想辦法找給你 念眼睛 那這一場活動會一路持續到... 我們下午4點嗎? 4點半 哦,4點半 下午4點半 那... 我們就準備念這個 呃...文化部的 世道235 東南亞文學論壇 的... 讀本翻譯計畫 那... 這一本是... 卡羅馬 亞康吉 戴歐納的詩集 欸... 這個詩集 我剛剛看了 才發現原來是我朋友 好驚訝喔 他是哪一國人 你要介紹一下嗎 哪一國人嗎? 其實我...我現在還在翻... 哦... 這個詩集他的作者 是... 菲律...菲律賓人 不好意思 我說會有一些台灣國語 口音在裡面 我現在還在學台語 沒關係這樣比較緊接 謝謝 呃... 因為... 我剛才目前已經唸了... 大概快要一個小時了 那... 有時候會有一些卡卡 施羅斯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 來開始念他的詩集 我先看一下他的原文 哦... 他的原文其實是英文啊 所以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對...要唸英文 唸英文嗎?可以唸唸看喔 看你... 加油 如果我完全無法 依我的詩集 哦...ok 哦... 有時候會有一些深難字詞 反正至少他是拼英文字喔 有編... 有編... 欸... 喂... 不是有編讀編的問題啊 哦... 那我就來開始念 第三世界的黎明曲 這是我靈人的天空 忍著世道一般的灰藍色 這是摩天大樓的風景 商人們的教堂 一棟一棟 截至天際 這是與人行道無緣的平行道路 一個急彎之後 路燈與其他風景全部消失 街上的窗戶 責怪地上的責窗 既宣付他們 又給他們逃脫的希望 當地的英雄退休之後 將生命灌注於清掃 讓街道免於會晤與枯葉的侵擾 但他們的善意從來無人收到 這裡的光線 平板五波 縫起 我心中的一切不知脫落 仿佛那位聖徒 把整座城鎮抱在被彎中咬蕩 當人問起我 家住何處 這總成為我誤會的秘密 我醜陋南邊的胎記 在我視野的邊緣之外 封著一排排的捷運站 廣告刊板 以及飄著布袋臉和垃圾的八十盒 彷彿異國彷彿他鄉 那兒的風景在地球的摺取上 山上發光 像森樹水晶那樣發出聲響 如果我遺忘了這些聲響 這些舊貨點的雜物 堆積成山的廢節 環境改變的鋒利回報 我會是誰? 如果我拒絕承認 教堂有權在屋頂上畫下 標誌一般讓上帝辨認的聖如客像 我會是誰? 一扇扇的彩色玻璃窗 不是很漂亮嗎? 教堂屋頂不是香滿的天窗嗎? 如果我不被自住洗衣店的化學器未灌醉 我還能是誰? 這裡的清晨給我了 正是那恨行世界的閃亮資本 飄起的宛如清爽的早晨 無論身處何處 我們都只能在呼出的炭力中出現 地心引力浮弄了我們的脊椎 我們註定只能生在這裡 但我們的生命卻註定滿載一切賴以為生的愛意 我在商店的招牌間來回修改自己的命運 墨秋莉藥妝店 塞鮑納融資 GRS快遞 每天打開門 我都被扔進一條橫溝中 看著公寓對面的女人把睫毛膏塗上眼睫 塗上眼睫 每天我都得承受 每天微小的戰果 承接孤獨 承接追星刺骨的幸福 既然如此 為什麼我不乾脆加入親愛靈人的行列 成為這 殘虛廢體的一人 畢竟我的生命就是看著這堆破銅爛鐵 衡量他們的重量 明白自己將像基督那樣 在層層斷片的包覆中深入天堂 好 這一個 詩 念完一篇 第三世界的靈音曲 那剛剛看 好像 欸 有人說 主聲音 我的聲音被 背景音 還有 車聲之類的 給蓋過 那我先 把門關起來 把門關起來 對 把門關起來 應該會稍微改善這個狀況 這樣應該OK嗎 只能希望它會好一點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 沒什麼好的收音裝備 不好意思 裝備 訂購啊 目前還在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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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飛 對對對 所以 這應該 我們過年 喔對 先講一下我們過年的時候會 沒有活動嗎 就是 過年那一週應該會往後演啊 往後演 OK 因為會往後演 因為過年那個時候是北車的啦 是是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活動嗎 應該大家都有過年吧 理論上 呃 我們會往後演 會往後演 因為北車那邊的負責人不是我 OK 那邊的負責人他已經有說 那個活動 活動會也會改齊這樣子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 繼續 嗯 這篇詩集 應該沒有人想要聽 這個的英文版嗎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回憶 哈哈 哈哈 喔我覺得 哇 英詩他用的詞都 蠻 不容易的 嗯 對 因為我現在正在讀夜詞的詩集 你在讀夜詞 對 你在讀原文嗎 原文啊 不容易 然後楊木翻譯 然後 連他的翻譯我都不是很懂 各個方是原文 不過那個念起來音調是很美 但我不知道我在念什麼 是沒錯 我相信 對我就是看著他的音節 然後 嗯 這個詞應該是法文的字原來的 我沒有辦法 OK 那我們來跟剛才 應該有新加入的觀眾 那 講一下 目前我們在念 這一本 那我們是文化部的計畫 是赤道二商 二三五 東南亞的文學論壇 那我們念的是一名 菲律賓的詩人 叫做卡羅馬 卡羅馬 卡羅馬亞康吉歐康納 我們剛剛目前念完了一篇 那 這本詩集 是 有為人意的 我可以跟他聊一下 哇 蠻妙的 居然是 我朋友 翻譯的 好 那我們繼續念他的詩集 下一篇詩 二十一 二十一則斷片的家屋室 這棟踏著木腿披著十一 一 兩層樓撐在梁柱上斜斜的面向東方 讓朝日的光芒 二 在和牆內的木格板之間來回搖晃 百葉連將窗面刻成槽鉤 使得整棟防射更能一眼看穿 讓人聯想到 三 多孔的樹幹 在那裡你可以看見移動的軀體 被連板乾淨的一條條切開 彷彿以自己的意志做出許多決定 如果您仔細研究 四 也許會發現一些平凡的東西 跨越了邊界 四 過去一個中日無所事事的男孩 傾身探進屋內 瞥見右身順浮魚 五 清晨大水的沖襲 好 我有山南字詞 請幫忙一下 買一個字 雷 窗壘 OK 五 清晨大水的沖襲 在窗壘上 有幾盆 三 神 三 千 神 阿 薩 恩 床 神 生 十 加 一樓屋頂上,那位男孩拿起了掃把,掃去一切會霧,告訴世界他已經準備好被誤入,除了這些小把戲。 七,怕能有什麼伎倆可爽,天空永無止境地將焦慮傾倒而下,穿越破紋、孔洞、裂縫填滿一切, 只余留下地板下的空間,當你伸出手抓。 八,掀開木條,你便看見裡面的塵球,白蝎子,金屬薄絲,男孩足自一人繼續挖掘,挖出失去同伴的耳環。 九,上個世紀的郵票,白共 立 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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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硬幣, 这栋屋子里没有东西会被丢掉 于是每一件事物都难以寻找 找不到一双成对的袜子 找不着 刚念的 Bagong Reponin 是菲律宾语的新社会的意思 新社会 而菲律宾的前总统马克氏 在1972年宣布戒严后 央行在75年铸造新硬币纪念证服变革 那这一批硬币生产至1982年为止 十 那条乳牛硬成硬花玉金 找不着叔叔的尊贵戒指 戒指是不见了 还是简当了 耶稣的目光会陪伴着你 一同搜寻 在楼梯旁的墙边 十一 找到遗失的原因 家中的镜子负责所有的叙事 但只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吐出言语 从来不会分享他过去的回忆 正如他年老的女主人 十二 希望遗忘自己的过去 在那些破损的家具之间 镜子是最有智慧的成员 从事方方正正的把危险的时刻 与凶险的未来 十三 一幅一幅接连显现 在那场火灾 女主人看见当远方的火焰 掀起寓意 气定神仙的打包他那几件所剩无极的戏软 多年未穿的衣裳 大姐惯离的 十四 拆封粉饼与支线 镜子印出的错误从未比真实更多 拿着开山刀和铁锹的工人 拔去钉子 砸烂地基 大力轮起锤子 十五 往每面墙上挥去 整栋房子 摊成瓦砾 容纳更多天空与邻居的眼睛 让吹过的风形状更为有机 不必再雨 十六 不懈的目光争夺 其日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的领地 过去的居民如今已爬上货车 再拥挤的窗户 咖啡机 十七 缝约机 在任何可能一件带来富贵的物事中扬长而去 傻傻地相信各自分居公寓 十八 雨平平枯似的大楼之后便能重逢好运 不到一天的工夫 家屋变化为一堆废品 具体的住处沦为原型的地景 十九 再也撑不起任何重量 任何细节 它全新的自由正如它古言的过去 让天空占据此地 成为唯一的炉灶 将整个地方干在原顶之下 二十 照耀着永不飘逸的光芒 永不散逸的光芒 如今你走进其中一间房 另一间就会消失 就像纤细的梦一样 盪回你的头颅后方 如果再靠近点 二十一 放大气节 你却能看见 家具如今都像个金箔 镜子全都不再反光 失落的戒指回到原地 只有老妇人从未离去 好 我们这二十一篇 呃 二十一则断片的家屋史 在这边结束 然后因为目前我念了一整个小时 嘴巴原累 各位让我休息五分钟 对 我很久没有长时间的这样去做挡读 那目前我们在念的是 这一个诗集 那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大家 哦 好累 那我休息五分钟之后 在 下午三点三十六分 回来 谢谢大家 好 可以哦 看你家会念什么 我觉得已经称了 你要继续念吗 还是继续念 你刚刚念要哪 我才跟到第二篇而已 你可以接着第三篇开始念 第六篇的是 二十一则断片的家屋史 诶 我刚刚看到张震已经加入 然后他一定会看 好好好 哈啰 我刚才念了一个小时 我要休息一下 休息五分钟 这个很想像 哦 那接下来是我称常 那我们一样是念 这样我觉得更好 有能力 哦 哦 哦 这样方便一点 谢谢你 你放在旁边吧 对 因为这样子有时候 看你给我验身 OK啦OK 好 OKOK 他那个先按掉 超死 但右上角那个 好 那我们继续来念这个 卡罗马亚康吉 戴欧娜的诗集 那我就接续着保罗刚刚念的部分 我念下一篇 第四篇的篇名叫《延迟》 我们太习惯让事情无限拖延下去 像是把家中钥匙扔在显眼到令人遗忘的平台上 身边视而不见的罪将我们吞噬 书籍与床单上的水字 来自破裂的水管与家屋的裂缝 过去的债务力行已翻成三倍 整面墙一直等不到那张大学文聘 只等到染上干眼 印如浮石的脏器 整个家族的故事如今剩下 零碎的词语 不得其爱 不竭其力 不薄其命 家人们所在之地散发着刺耳的宁静 宛如临终者耳边的噪音 床边的花篮一年前就该蹭在那里 昏迷与心跳停止的温柔警铃早也该响起 岩石是我们的诅咒 它逐渐长起凝聚成形 并猛然坠落 并猛然坠落 在空气中穿刺出幽巨的胡动 而我们是重要的臣民 我们在它之下 在此同时 比我们更好的另一种自己 正洁白无暇地 穿上清高的声誉和漂亮的鞋 敲着窗户向我们挥手道别 在神圣决心的夜车里束呼离去 离别时 我们就连一张手帕都没扔出 生怕手帕勒住了他们的脖子 或像护身符一样 沉入他们的掌心 昏昏沉沉的我们 只能在人行道上艰难地走 心中不断排练离别场景 想着勇气究竟何时背叛了自己 把悔恨与自责摆在放大地上下看 却看不出差异 如果我们成为那样的人 就能安全一点 快乐一点 更被世界接受一点吗 那样的话满嘴借口 迟疑不觉的我们还剩下什么价值 我们重新一起尚未纠正的往事 例如 我的父亲从来世走了过来 戴着那张唯一照片里的假劳力士表 穿着那件实验袍 他让我走进家门 说出 爸爸 我还没准备好与你和解 死亡将他重新塑成一道连结 抵御上帝的可不决定 诗句填补了父亲现身时划出的伤口 我们这些活人 只能严守每个时刻 温文有理地 蠢度过去 但死者手中的时间却无穷无尽 我们接下来下一篇 接到哀伤的六合诗 从没什么有名的事物来自7月4日街 这条街总是打断居民的睡眠 像是我竹目 总是被迫听着哭嚎哀伤的酒鬼 以及急声追逐的警察 而我们只能恳求他们高抬贵手 这就是我们的遗产 大半塞满债务与不幸 我们的遗产 对于不住在7月4日街的人 是不可见的 但愿其他人 尤其是警察 能再宽容一点 让我们拥有睡眠 拥有寂寞 拥有囚困 我们的哀伤像颜 而我们吞下眼泪 一如如如 过去他在街旁安顿家屋 祖母撑过了没有丈夫的一生 撑过了上帝给他的遗产 没有人见证这样的哀伤 只有五个孩子和7月4日结的早年回忆 能帮他进入睡眠 但几十年后又有人来打扰 这出现了警察 有一次 在网公立学校的途中 我看见警察追着几个表弟说他们贩毒 但祖母从未出手阻止 肥皂具和午后的睡眠 如今已是他临选的伙伴 他的遗产 在一条叫做7月4日街的地方活了这么久 他应该有权免于这样的哀伤 有时候就像沙布或咳嗽糖浆 哀伤也可能让人成瘾 即使你坚毅不屈 也挡不了警察 像蜂巢一般围满各地 这些巡逻7月4日街的人 究竟储藏了怎样的狂野悲苦 也许祖母可以教他们一些当地遗产的智慧 让他们晚上不再需要打老婆 只需入睡 在一场暴动 或石头砸向我们家的过程中 我假装在睡 小男孩的体内能够成装的哀伤是有限的 我曾经发着烧疯狂哭喊 抱怨这些生命中的遗产 虽然有些人正在盘查别人的家 那些警察 但我知道还是有人能把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的祖母 填写地址时 我将带着羞愧写下7月4日街 祖母 原谅我放弃这些遗产 如今我离开了7月4日街 却抛不开街上的哀伤 只是警察要操犯的事又少了一项 您就睡吧 嗯 底下有一条附著 说 诗 原文 说 呃 这是西班牙文 是西班牙文7月4日的意思 是马尼拉的街道名 嗯 所以 这个作者应该是 马尼拉的居民 好 我们进入到下一篇 天明照逆流而上 这一骚骚狭窄小舟 简直就是棺材 仿佛装着悔恨的引擎 全身涂着深蓝 热带的蓝 我们挤进船里 踏上逆流之旅 深入光暗斑驳的沙老月 即使用挥霍无度这个词 也不再能形容阳光毫无节制的炫技 它尽其所能撒下斑点 让我们的身体闪耀 一如有不可处的海洋动物 你的音语在此失去力量 相机的眼瞳捕捉绿色的能力 远非词归能及 而小舟猛然的一阵 也不是短短一句 好快啊 得以穷尽 船身的木材很贵 因为可以防水 可以滑过一颗颗 我们感受到的石头 而不会冲进水流的掌心 河流懂得放下一切抓不住的事 当小舟冲上了干地 船身下的粗粒插过了他的被子 我们便能放任徘徊入迷的心灵 细看一切能够殖民的标的 树根 蓝花 凤梨花 神所编成的桥 我们不确定当下的时刻 是否存在这座森林之中 森林将 连绵不绝的瞬间 编织成永恒无缝的知己 荣源 苏丹 旅客 仍在演化着生物的眼睛 这种理解丛林的方式 让我们看不见什么 也许是当下时代的戏旅 也许左右两岸的土地 如今正同时经历着波涛汹涌的变动 当我们看着这艘小船 而飞某个静止不动的事物 我们是否也舍弃了地图 而为某个心中预想的终点背书 这样的观点 会生出哪些多余的水晶般 过于清澈的雨池 令我们的蛇扭曲 我想在旅程中看见的画面 是一只红毛猩猩荡过林间枝叶 但他就宛如一世纪前的白人拉扰 踏上佛罗州森林米瓶战火石眼中的风景 那么罕见 好 底下有一些附著 其中他附著是讲解出现的地名和一些名词 第一个是沙老岳 他位于佩罗州西北方马来西亚的一周 1841年英国人部克帮助问来苏丹多 平定叛乱获得领土建立沙老岳王国 该王国曾经济繁荣 不断向北构置更多领土 二代时期被日本占领 占过布鲁克家族将领土让与英国皇室 60年代沙老岳于马来亚新加坡沙巴 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 他的第二个注释是Rajat 刚刚说的Larer 翼座Larer或罗舍 这是他的中文翻译名词 他意思是南亚与和东南亚对君王的称号 白人Larer是沙老岳王国统治者布鲁克家族的称号 跟一个家族的称号 好 接下来 换你哦 没问题 谢谢 加油 我们要升到四点半 没问题 没什么 加油 好 欢迎大家来 参与我们这场 三人时光的朗读接力活动 那目前刚才醉已经念完 你念两篇吗 两篇还是三篇吧 两篇三篇 连接力的只有书店长工 对 没有错 那我们目前为止 因为可能现在过年 大家可能都回到家之类的 应该不会待在台北 应该在赶工吧 之类的 反正可能就是把大家加油努力 好 我过年 那我们要讲一下书店 到开到年前吗 我马上还没有讨论 还没有讨论 但是确定礼拜一会开 确定礼拜一会开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目前在念一个 那个菲律宾的诗人 的诗集 那我们就继续念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 像想要听 可能想要听散文啊 或者想要听诗啊 那像刚才就是有一位观众 他想要听诗 那我们就来念诗 那我们来继续念这篇诗集 高山神 月亮把松针泡在化学的光源里 把树根进入 滚烫的光翼中 仿佛这样就会有什么东西 从满岸无名的睡眠里现身 那银色的东西永不中断 永不止息 他将证明这永不便宜的风景 只是一场骗局 并且让松针的五思灵魂 将紧密的年轮一层层向外推开 但我们并未走出门外 见证着神圣的转变 没有去看这一生一次 融化万物的广阔奇景 却选择躲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拒斥外界的扰动 我们都希望这样过完一生 永远都不要遇到未知的事物 永远相信着自己的相信 相信肉体繁虚的力量便是生活所需 或是相信罪切 不过只是一个不再年轻的夜 在博物里是静字连吧 这一首诗的标题高山省 Mountain Province 指菲律宾的其中一个省份 位于旅宋岛的北部 那这个诗的原文 Transubstantation 圣餐变体 在基督教的圣餐仪式上 丙和酒 在助生之后 便成为基督的圣体 与圣邪 好 那我们念下一篇 厨房里的异教徒 他漫无目的地 拖着拖鞋 穿着一双旅馆拖鞋翻越师譜 开始晚餐前的前奏曲 但见天色已晚 眼光被薄木的颜色打断 我们是否应该做出判断 他孤绝一人 在菜叶上寻找腐烂斑痕 没找到一次 就更显出一点沉酸 他好不动摇地专心致志 难道称不上神秘奥基 他的饥饿是神圣的 没有家人在楼上吃饭 客厅里的监视机 雾字闪耀不可顺述的光辉 但却没人看 没有任何东西与这老光棍作对 当他的拇指按上无风的刀背 把洋葱剖斑 他的双眼为刀下森林所受的苦难而淫淚 如果你望着他大步穿过窗户 你会看见一位修道士 顶着剃头一般的凸顶 顶着剃法一般的凸顶 自得其所献身每一件细小的动作 转开炉子炫耀 二大医生燃起生动火 平底波滋滋作响 忧郁水协商国境的问题 吹烟对天花板迎击银头痛极预告 马那的威胁就要来临 在结束柴米油盐的医生之后 他明白自己因属之地 在晚餐前的椅子上 在漂浮于太空中的椅子中 那在基督宗教中 修道士替去头顶之法 表示 投身于性 那刚才我卡住的马那 他意思是荒野中天赐的奇蹊十粮 那他的出自于旧约圣经 那我们谢谢我们最后 现在留的这一位观众 今天只剩一位观众 感谢大家的 没错 宋哥 我无法对你诉说 任何你人不知晓 或至少尚未听闻的东西 因为你已经在生活中 填满了许多事物 坚定的告别 那些所谓的傻瓜口中的哲学 即使心中仍有 永不凋亡的信念 你依然对司空见惯的 坚硬头壁孔 献出忠诚告别 所有音乐 一切奇景 将神域与迷信 全都剪除殆尽 他们唯一剩下的袭击 南南地狱 让你即使失去无尽的 富踏和押韵 复杂的纠葛与悲剧 也能存活下去 过去的一切热情 全都化为这世上 纯洁无辜的直白 促促重生的轻面 点着仇同意的 平静无风自聚 你是怎么了 干嘛抄我起床 中断了早晨的歌曲 我正在刷我的牙 绑我的鞋带 做我的工作 缴我的睡 你问道 不 我没有任何问题 这不是故作谦卑 而是敬重你的好运 毕竟这些启示 是我少数真正重庆的东西 打从第一眼起 宇宙便没有任何地方 需要我们眼镜 他在没有观众 没有舞台之处 上演宏伟的极限军 让浩瀚无尽的细胞 重过生机 减去多余的部分 将生命的尖角 磨成独一无二的意识 一眨一闭的眼睛 是啊 我们能活在这里是多么的幸运 正如你想说的 我们的梦想 与悄悄打打 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追逐闪电 建造帝国 全都是消磨时间的不同方法 当我们最初被扔入世上 漫无目的漂流 在四面八方的波浪中奋进 我们想要的 只不过是 以最不痛苦 最不折磨的方法 穿越海峡 但 这不代表我们 只能半成墙头草 只能看见球 却看不见球赛 只能见树而不见灵 如今你身处的城市 已然消散 在安打与落空之间 在无数更新的尝试之间 能够抵御这些惰性的人 便是那弥赛亚 而正并非巧合 你偶然买了一条生命 让你能够跳舞 幸福 在独自生活的许多日子里 我依然为我们一同入睡的床 留下了空位 我们吞去的皮 将床单染成灰茶色 淡茶色 我们曾有远大的梦 追求乌托班方的平静 但我心中的某一部分 那无声的潜意识 却担心着 你会从床上一跃而起 打开门锁 一头冲出家门 让街上的车灯 在你金币的眼帘上波动 你说 你曾梦游过 在公园里醒来 那儿的鞦韆 面条绣食 相互交缠 发出吱吱嘎嘎嘎的声音 床垫上的我们 仿佛一对双身身体 彼此娇爽滑 但每晚当我望向窗外 却从未看见惊喜 只突然一距 我们之间 究竟如此彼此 究竟如何彼此约定 为什么每当清晨来临 都难相信前一天的脸庞上 几乎不会有任何勉强的情绪 我想是因为我们 睡前消消无道的关系 我煮好两人份的晚餐 与你一起进食 清聊几句 然后你去洗碗 我们这样生活了很多年 我总是看着你 水槽上落着上针的背影 爱着你波浪般的法 纤细 纤弱的肩 毫无保留的细瘦手臂 肥皂水在泥水龙头下方的手腕 绕成一对桌子 你拿起餐盘的样子 仿佛拿着半张 某张一半透明 一半珍贵的矿石切片 你的身影在日光灯下如此立体 让我一次次异己 并说那是世上唯一的东西 哦 我们已经念完他的诗集了 是 没有错 一小本而已 哦 其实也不多 轻轻的 嗯 嗯 对 哦 那我真的是觉得他世界很重要 是 不然我看不懂吃 我就吃 我看不懂字 但我这人 嗯 嗯 就是 没什么 文学素养 没关系 我也没有 因为今天我看不懂 呵呵呵呵 这个 蛮有趣的 你还要念下一诗吗 哦 行喽 每次念读诗的时候就是 步调还着来 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念 诶 拿错了 是 红色的哪一本 你在哪一本 目前在念的是这本 哦 我们目前在灿难时光书店 在进行我们的朗读接地活动 那我们目前要念文化部的赤道235 就是这本 呃 东南亚文学论坛 读本翻译计划 那我们在念他的第五本的诗集 作者是 诺拉兹马阿布卡巴 巴 诺拉兹马阿布巴卡 他是 我猜猜看 他是 印度吗 印...印尼吧 印...印尼吧 印度印尼 他是 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 是他是马来西亚人 嗯 他是一位女性的作者 也是英文写作吗 嗯 也是英文写作 嗯 对 他的诗 跟刚才那位作者 他的 嗯 形态又不太一样 好 然后开始念 嗯 诶 诶没有诶 诶不是诶 他有一些好像是 那个 马来武 对 就是都有 没有你 没有你 黑夜的花瓣 终将坠落 迅速的一片接着一片 没有你 天上的星星终将吞色 星之闪烁 婴儿 因穿过 阴霾夜色而暗淡 没有你 我的爱人 爱的贝蕾终将凋零 于黎明 立临之前 在夜路中枯萎 精神必定死去 生命失去灼心 听 听我生命在叹息 胸口急速的心跳 如蹦裂的汹涌海浪 听我绵连的心跳 灵魂的叹息 新的颜色 如清泄大雨淹没整片海洋 听我灵魂在盖探 风的哭泣 暴雨的嚎叫 因相思之苦而粉碎 生命的苦痛 振奋着你 等待着你亲爱的 这个是他写在 问来的一间咖啡厅 下一篇 谁与理会 愈合心的伤口 度过生命 找寻 一具 一 玉姬的爱 背负满载的思念 勾画心的悲伤 无人理会 他写在鱼片控股公司 蛮有趣的 哦 他是有那个 马来文也有英文翻译 所以他是原来用马来文写过 然后翻成英文 然后再用英文翻中文 可能 是 我在看 因为他最近没有特别写 等 我终于爱情至今仍在等待 我很确定你将一约出现 我在心蹦跳的那一刻 知道了我对你的留念 你的嘴唇将说出了零字 与你因思念而灵魂颤抖的时刻 确定我心会忧伤的凝视着远方寻找你 当时我脱溢着寂寞与失望 与那魅惑的一处爱的眼泪 我们愿对的影子 虽终将擦肩而过 但那以足以述说的思念 和我们曾经合一的感情 让他永远在心深处 虽然死亡即将提出邀约 你说我们的相遇已然注定 我们待会再彼处相聚 我可能要换一本 这实在不是我的 这也实在不是我的太浪漫 太浪漫了 我不是浪漫人 我看一下我们其他本 唉唷好多喔 总共六本 可是是几周那两本 喔其他都不是喔 不是 唉唷有一个还有用书套包夾 他全部都 他只有那套 有套 嗯 对对对 寶寧的啊 对对对 寶寧的话 寶寧就是那个新书 就是去年底还是今年初吧 然后有一本小说 哦 这本 哦 又来说大三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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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这本就很越前 寶寧好像是有名的那个作者 哦 我忘记他出哪一本去 哇 蛮冷的 现在是几度了 看一下 红尖 哦 10度 今天低温10度 哇 又回到低温了 哦 不要像昨天那么湿 也是 昨天 哎呦 昨天那也误我 真是可怕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 就是第一次看到那个十几度好像在返潮 哦 现在目前只剩一位了 刚才那位观众应该是不在了 应该是不在 然后我怀疑 那个剩下的这位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人 或者是我这台电脑 诶有可能 对 这也是非常高的 几率嘛 不然是我就念 我就念 好 那如果以后有人来看这个直播 那我们目前只剩半个小时 好 那我来念一下 我刚才有兴趣的这一部 哦 这部真的是 它就是泰国识了吧 好 好应该比较像是 泰国的 近代史 对 你要历宪算十六世纪以后 嗯 这本是 泰国 独特的君主历宪制国家 那我们念这本的时候 我们就要买个太皇 对 要不要 刚刚刚过世的男人要请过来 请过来 对 刚过世的男人 他蛮帅的 你现在说帅 帅 帅 嗯 对 我们在念 这一本 哎呦 又有一位了 那我们现在念这一本 我们又剩下一个 那又走 好又走 好没关系 没有问题的 可以的 对我们撑得完了 好 这一本是 应该 哦 是香党城市大学所著 出版 对出版 对出版 那那念什么 打螺弯吗 还是 疼 啥 啥 什么螺弯 鲜螺 鲜螺 OK 那念鲜 OK 鲜螺弯 好 第一张是鲜螺弯的黄金帝 标题是神奇复苏的素旺纳普米 泰国 泰国是东南亚地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 多年来在泰国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 说古代的东南半岛上有一块富熟美丽的富饶美丽的地方 泰国人把它称为素旺纳普米 一尾黄金帝 泰国人相信这块黄金帝就是现今的泰国 今天当你在泰国的首都曼谷漫步 会发现不少商业店铺的名字叫做素旺纳普米 一些报纸刊物或报刊的专栏也以素旺纳普米为名 这显示泰国人钟情于素旺纳普米 素旺纳普米是否就是现今的泰国 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泰国人却始终生活 以生活在素旺纳普米而感到自豪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 国土面积为51.31万平方公里 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尼和缅甸居第三位 我这听数字实在没什么概念 我来看一下台湾 台湾的这块岛上面有多大的面积 36000平方公里 那不是台湾记里面要背的吗 我确认一下 它有一个figure 因为我知道长度大概三三三三百五十三百六左右 对对对 国土面积 你刚刚说 哎哟 哇你抱得好准喔 36000 193平方公里 这个是我们现在实际的 台湾的实际面积带 哎哟 哇 被判断没有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是 这个羞愧 自残心愧 好 那 泰国的国土面积为五十五十一万左右平方公里 五十一万 五十一点三一万平方公里 那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尼和缅甸居第三位 估计至2011年7月 泰国人口约六千六百七十二万 六千六百七十二万平方公里 呃 不不不不不 泰国人口约六千六百七十二万 其中近十%的人居住在曼谷 所以说有六十多万人居住在 六百 六十多万人 居住在曼谷 地形 泰国的地形宛如巷头 南北距离一千六百二十公里 东西宽七百七十五公里 东面与柬埔寨必连 东北面与老郭交界 西北面与缅甸为零 隔着缅甸和中国的云南省相望 半岛南端和马来西亚接壤 东南面濒临拔罗湾 对吧 先罗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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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f of thailand 那我记得就好了啦 golf of thailand golf of thailand 西南面向印度洋的安达曼海 泰国与柬埔寨老郭 缅甸马来西亚的陆地边界线 长约4863公里 海岸县则长3219公里 泰国全国基本上由山地高原平原组成 这三部分各约占三分之一 按照自然特点全国分为四个部分 有泰国北部 泰国东北部 泰国中部和泰国南部 泰国北部主要的面积有 泰国北部80%的土地是山地丘里 包括17个辅 辅是泰国的行政南尾相当于中国的省 泰国北部上部地区以青麦为中心 下部以彭世罗为中心 泰国北部的山地平均海拔1600米 是全国地势最高的地方 那青麦有一个樱塌农山 海拔2565米 是泰国最高的山峰 北部是泰国主要的水源发源地 著名的魅南河 以及泰国的主要河流 冰河、汪河、融河、南河 都发源于北部的山地 这些河流流进的山间河谷地区 人口稠密 有狭窄的冲击盆地 可种植粮食座物和棉花 栽种水果或放牧牲畜 西北部泰绵边境地带 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山林 向南延伸直入马来半岛 西部的叶树崖口和三塔关崖口 是泰绵两国的重要通道 西部的山地农业不发达 但矿藏丰富 这一地带也是泰国境内江河的发源地 喔~~好有趣喔 从来没有认真认识过泰国这个地方 这时候应该开一下泰国的地图 那比较视觉化 看下泰国 泰国 泰国好长喔 iv ボ ヨframes 这时候马来说 一眼看下 把这个画面 님이 Notre Leonard 手冇到 直播上 它在 cả infiniyo 我们现在讲泰国 美国 唉唷 真的太丟臉了 我居然找不清楚泰國是怎樣 沒關係你也不是第一個 我應該說你也不是座椅 我再了解他 好我們現在講泰國的北部 那我們現在來到泰國的東北部 以高原為主也稱科勞高原 海拔200至300米 高原嗎 包括19個幅 面積1698萬平方公里 看數字好難有概念 整個高原由西向東南方向前接 構成兩個盆地 其一是科勒盆地 在盆地當中有一片位於五個浮礁界樹的廣闊坪地 但這裡與祭泉沼澤 旱祭積水乾枯 積水乾固 作物 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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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頂標哪 我也不曉得我的頂標怎麼來了 你知道我那時候我的作文拿A 我點我自己又嚇到了 我就很困惑 聊天直播結束就對了 好 好 那這邊他有一張圖 他就講的是 媚南河 媚南河流欲貫穿曼谷市 將曼谷分為東還有西兩部分 東西兩部分 作物難於生長 僅在融合河口中有一個衝擊小平原 土地肥沃是東北部水道的主要場地 其二是沙公納空盆地 有宋坎河、澎河等小河流 經盆地注入媚公河 東北部高原廣大的地區被沙土覆蓋 降雨量雖比一些地方多 但土層薄 蒸發和滲透快 因此這裡是泰國的干旱地區 高原南面有一個河谷 稱為晚八宮河谷 是通向柬埔寨的藥道 河谷盛產胡椒、橡膠、榴蓮、鳳梨等 這裡也是文明世界的紅寶石和藍寶石的產地 哦~~ 東南部的蘭開、穆達和納空帕奴 是泰國通往鄰國老郭的門戶 好 我們現在來到 泰國的中部 哦~~ 它南部好長喔 曼谷通往一般會被稱 會被算在中部裡面嗎? 還是北部 中 中部 它分那三個地方 四個 四個地方 對 北部、東北、中部 它很太難 嗯 那太難的話它因為跟馬來半島接壤 那 這個跟當年二次大戰的歷史有點關係 嗯 反正你也知道那個土地就是各來各去各來各去 是喔 但誰拳頭大就怎麼分 對 那那個 都不是誰拳頭大 而是當時有很多是利益交換 OK 政治因素 之類的 有一些是軍事因素 那 泰國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信奉佛教 大部分是信奉佛教 但是泰南那邊不太一樣 它是以 穆斯林比較多 哦 是喔 嗯 原來如此 嗯 因為 就像我剛剛講 啊就土地隔來隔去 嗯 那原本 是 可能原本是 可能 古早以前屬於馬來西亞的屬地 然後在某一些時候就被割入去 OK 就被割成泰國 原來如此 所以 泰南那邊向來 治安都不太好 哦 你說邊境嗎 嗯 還整個泰南 它幾個屬的那邊的治安都不太好 哦 原來如此 哦 那泰國中部是大平原 面積近十萬平方公里 包括二十六個幅 中部猶豫平原 南北長約四百八十公里 反正總之 中部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也就是 2.5個台灣道 哦 2.5個台灣道 我們都說十萬平方公里 3.6個除一下你就知道 嗯 哦 2點多 2點多 2點 2點 超過2點 2點8 OK 不到3 哦 那首都曼谷也在該區 中部流域平原土地肥沃 是泰國最主要的水豹產區 素有泰國糧倉之稱 根據自然與社會經濟特點 是泰國的秋林地帶 這裡的漁漁豐沛 適宜種植橡膠水果 是泰國牧鼠 甘蔗等經濟作物的主產地 這一帶的沿海地區 有不少涼港和環境優美的海濱河灘 有幾個重要深水港 那不能進入曼谷碼頭的船隻都在此停泊 著名的旅遊聖地巴提亞就在此區 南部的半島部分分為西海岸和東海岸 兩個差別很大的地區 西海岸為下沉海岸 大陸架狹窄 海岸線曲折破碎 河口一帶有大片紅樹林 本區有不島的不少島嶼 有些被開放為觀光景點 如位在安達曼海上的泰國最大的島嶼不吉島 是著名的旅遊聖地 那在河流上面的話 泰國既有高山更有洞貫全國的河流 泰國人稱武清河的滅南河 即發源於北部山地 滅南河的泰語全稱是 在泰語直譯為水之母 就是河流的意思 所以嚴格上來說 呃... 招伯耶才是河流真正的名字 不過大家都習慣稱之為魅南河 那在50年代中期 泰國政府在蔡納建立了當時 泰國最大的水利樞紐 蔡納水壩 以調節魅南河水位 不但為南北提供了行船方便 也解決了兩岸120萬風情土地的灌溉問題 魅南河將中部和北部連成一個經濟成績 在公路鐵路出現以前 魅南河曾是中部北部交往的唯一運出幹線 至今仍是水上的運出線 在北部砍伐的木材通過魅南河飄映到首都曼 魅南河的河谷寬闊 傾斜度很小 一道雨季河流變 河水變急劇上漲 形成滔滔紅水 下游的最大流量 喔喔喔喔喔 就是數字 每秒可達3500立方米 而漢季的流量每秒只有150立方米 距離魅南河口21公里的首都曼谷 海拔級3米 喔喔喔喔喔 那真是大洪水 雨季時常遭魅南河水患的嚴重威脅 街道上常常往往積水過溪 交通受阻 那對於生命財產的損失都很嚴重 那中部有好幾大河流 這幾大河流加上許多橫向的小運河和溝渠 交織其間使整個中部平原的水網 中橫交錯 喔喔喔 那東南亞地區最長的河流 魅公河也流進泰國 其中一段更成為泰國老郭的戒河 喔喔 那柯老高原的人河是魅公河 中游了一條中游之流 那泰國的氣候 泰國地處熱帶及亞熱帶 大部分地區屬於熱帶季風氣候 全年明顯分為三季 熱季、雨季和涼季 每年二月中旬到五月中旬 大概春天的時候是熱季 就是台灣如果認知理解的話是春天是熱季 氣候炎熱乾燥 平均氣溫在32度到38度C之間 哇 五月到十月中旬為雨季 受西南氣候、西南氣風影響 全國普遍降雨 氣溫月有下降 到十一月到一年二月為涼季 受東北季風影響 來自中國大陸的乾冷空氣 使泰國除南部 除了東南部以外的大部分氣區 尤其是東北部和北部的氣溫降低 那涼季和熱季很少下雨 因此也叫乾季或旱季 泰國北尾十二度以南地區 也就是南部的地區 地處馬來半島北部 屬於熱帶雨淋氣候 中年炎熱多雨 沒有明顯的旱季 泰國的年溫差很小 即使在涼季 月平均氣溫也不低於18度C 四月是最熱的月份 最高溫度一般在33度C 到38度C之間 夜晚稍涼 學校因此在四月份放暑假 由於泰國的地形不同 各地氣溫有所差異 南部半島地區屬於海洋性的氣候 中年溫暖濕潤 年溫差小 平均氣溫在26度C到27度C之間 以首都曼谷為中心的中部地區 年平均最高溫度為32度C 最熱月份四月的平均最高溫度為35度C 而涼季的平均最低溫度為31度C 泰國泰北的氣溫則低於全國其他地區 最高溫約20度C 一些山區的最低溫甚至只有0度C 哦 好 那泰國國民的變遷 今天人們所稱呼的泰國是泰王國的簡稱 在泰國的歷史上 泰國的國民歷經了幾番變化 13世紀泰國的統一國家蘇可泰王國建立 蘇可泰居民稱自己的國家為孟太 意思是泰人之國 哦 在中國的史籍當中則把泰國 蘇可泰王國稱為仙國 仙是繁文一詞的漢語異音 也是蘇可泰周圍國家民族對於蘇可泰及其居民的稱呼 14世紀初阿魚陀耶王國興起 中國明王朝以仙羅一名來稱呼阿魚陀耶王國 直到20世紀40年代 不論泰國政權如何變化 中國一直稱泰國為仙羅 而泰國人則一貫稱呼自己的國家為孟太 16世紀西方殖民者侵入東南亞 他們從泰國附近的國家聽到仙羅這個名字 於是也稱泰國為仙羅 到19世紀中夜 泰國政府也自稱仙羅 於是仙羅成為泰國的正式國民 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泰國政府宣布將國民仙羅改為泰國 用英文泰人代替 S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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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iam 他是Siam 仙羅 他翻英文是Siam 但是他並不是完全照英文的發音 Siam 若真的念Siam 有一件Siam 應該比較適合的翻應該是Siam Siam 這個E Siam OK Siam 不是很標準的 比我剛剛念的好太多 用英文泰人代替 S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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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於1945年底 泰國政府又將國民泰國 重新恢復為仙羅 但到1949年的5月 泰國政府又正式宣布將國民改為泰國 此後泰國國民才穩定下來一直沿用至今 那在泰語中泰的解釋作為自由 泰國就是自由的土地的意思 好 國家的象徵 泰國的國會 哇電腦包內沒了 喔 來開一下泰國的國會好了 那這個照片就是泰王年輕的照片 很帥 去年去年 對對對 泰國的國會 非常受人民的愛戴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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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它原自於印度 國 印度 教 中文 佩斯人的坐騎 好 有 有 那一天講座我聽到 喔 我覺得這邊的講座真的是 楊智慧很高 但是這種等級的在這邊在書店算是初階 喔 十字書階喔 喔 好好 慢慢學 慢慢學 那 這是 泰國國家和王室的象徵 那 比如說大鵬金赤鳥 呃 它在 大鵬金赤鳥是佛教的翻譯 佛教的翻譯 對 在佛教 這邊Guruda Garuda Garuda 對 它最早是源自於印度教的Garuda 就是三大祖神Pishnu Pishnu的作息 對 看一下喔 那用來裝飾 用來裝飾國王的結帳和王室的旗幟 那泰國 泰國 許多的 政府機構的部門徽章 都有這個Garuda Garuda的圖案 那 Garuda它還象徵著受王室任命指派的意思 對於那些獲得結束經濟成就 或在慈善企業方面有顯著貢獻的公司機構 擁有這個標誌表示得到王室的預準 不過王室甚少頒發因此是一個崇高的榮譽 懂嗎 炭羊 火 NV 把那個國旗和國歌講完 我們就結束 Vishnu Vishnu 今天是鳥 印度神話中的鳥王 推本是追尋印度史詩之美的那個印度神話故事的圖簡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就是在 包含柬埔寨吳哥遺跡女皇宮還有印度的奧莉莎邦的雕刻 所以它最早是源自於印度教然後後來被佛教界取 這樣子 Galuda 好那我們就來講 泰國國旗 泰國國旗是紅白藍三種顏色組成的三色旗 白色和紅色寬度相等 藍色佔其面寬度的三分之一 三種顏色各有含義 紅色象徵英雄的民族和國家 白色象徵阿 白色象徵純潔的宗教 藍色象徵莊嚴的王室 1917年前 泰國國旗曾經以紅色床條和一頭象 一頭象 一頭大象 象征 象徽 一頭象徽 獨立君主 國的白象組成 1917年泰國作為盟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的國王參照一些國家的國旗設計 將國旗改為現在的形式 我們今天最後就來講一下泰國的國歌 不然我乾脆來播一下好了 感覺應該蠻有趣的 播一下泰國的國歌 泰國國歌 聽一下泰國國歌 大月歌 高分 大月庐 小期 这就是泰国的国歌 泰国国歌于20世纪的30年代写成 1932年的6月24号 泰国的民党发动革命 革命后的第五天民党集请著名的作曲家 拍真都里央那创作了一首乐曲 并把这首乐曲作为泰国国歌 1934年泰国政府成立了国歌评选委员会 公开征集国歌的曲谱及歌词 1934年8月20日经过政府的评选 曲谱依然采用拍真都里央的作品 那歌词则兼用两位原作词人的作品 那1939年的6月24日 那鲜罗改成泰国 那因为原国歌的歌词中 国家被称为鲜罗 政府又一次的征集新歌词 但乐谱不变 那歌词要求减短 那评选的结果 由兰沙拉努巴潘上校 以陆军署的名义创作的歌词获选 那1939年底 那泰国政府颁布命令 宣布使用新填词国歌 那这首国歌一直沿用至今 念一下他的歌词 当然翻译过中文之后 泰族的血肉连结成泰国 人民之邦 每寸土地归泰人所有 努力捍卫领土的完整 泰人上下一致团结一心 泰人爱和平 但战斗也不退却 维护独立从来不屈服 为国捐躯 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愿泰族国家强盛万岁 好那我们今天就念 今天的党独活动 念的最后一本书 我们从 从散文集 念到诗集 然后最后念到这本 介绍泰国的 overall介绍泰国的一本书 那我们刚才讲到他的国歌 那我们每个礼拜日的下午 不是每个 每个月的第二周跟第四周的 礼拜天下午 在书店的会有朗读活动 那如果在北车的 北车的话是第一周跟第三周 那他们会用什么来开 也是直播啊 我说也是书店的 也是书店的频道 书店的脸书粉丝专业 那反正 那就是每个礼拜日啊 对啊就是每个礼拜日 那就每个礼拜日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